你们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受苦受难的人 小姑娘你讲吧 你好师父 我四月份梦到你走过来 很大很大的一个像走过来 然后我眼泪流出来看到你 你看见我眼泪流下来了 对 大家看见了吗 四月份的时候他就看见台长 所以你今天一定台长会救你的 因为台长的法身每天要在外面救人的 你明白吗 我想问一下我什么时候能站起来走路 你几几年数什么的 83年数租的 你这样 你现在的身上的业障比较少了 已经少很多了 你已经在念小房子了 对 我告诉你 你要站起来的话 可能是明年的事情 但是你的腿可以动了 已经可以一点点动了 现在可以走了 可以走了 看见了吗 你这样 今天台长给你治疗一下 大家都做见证 我可以帮助你 我可以帮助你让你站起来 给你加持一下 但是呢 不会完全好的 你还是要靠自己小房子 你小房子必须许愿要900张小房子 好 好吧 好的 谢谢 好吧 你先不要动 台长先 我跟你讲 再站起来 现在觉得腿有热吗 腰这里热了吗 腿有点麻麻的 麻麻了 对不对 对 好 你现在 一点点 慢慢的先 站起来试试看 好吗 好 妈妈帮你 不要着急 来妈妈帮忙掺一下 先 小杨帮帮她 不要着急 一点点来 好 台长帮你治 好 好 放开 先站着 等等 好 现在 你一个腿 动动看 一点点来 不要着急 扶着 扶着她一点点 好 一 二 好 一 二 好 走走看 好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好 台长现在叫你往后退 不要放 眼睛不要响 脑子不要响 好 走 好 走 好 好 看见了吗 小姑娘你听台长的话 你说你什么时候能够走动吧 很快 等到你两个腿越来越觉得麻了 而且热了 这个之后 你慢慢的学着站起来 坚持走 你很快就能走路了 明年的事情 六月份左右 谢谢卢台长 谢谢 好不好 要谢谢观世音菩萨 小房子要多念 小姑娘听得懂吗 对 台长已经会救你的 我还想问一下 放生多少 放生多少 你放生要放2500条鱼 可不可以帮我布置一下我的功课 你功课最好就大悲咒念49遍 好 心经念21遍 礼佛念三遍 好 广神舟念49遍 好 还有准提神舟49遍 好 好吧 谢谢 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小姑娘 好 你要有信心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台长看到你了 刚刚已经看到你 以后站起来走路那个样子了 谢谢 谢谢台长 好了 好了 大家如果欢迎台长的话 台长以后再到法国来看大家 但是我也是非常非常希望大家如果能够多度一些人 让更多的人相信念经 他们会自己帮助好自己的 你轻轻说 你轻轻说 谢谢台长